当今世界人的价值观改变 压力增大 导致了很多人的忧郁症 自闭症和恐惧症 国际医疗专家指出 忧郁症已经是造成身体和心灵健康 伤害最大的问题 长期的忧虑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 免疫系统被破坏 以致各种疾病的产生 包括传染病和癌症 全世界每天因为各种原因 死亡人数是十五万八千人 每天因为忧郁症 自杀死亡人数是近三千人 一年是一百万人 我们人因为精神的压抑 想不通 烦恼 仇恨 忌妒 每天挣扎在痛苦和死亡的边缘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吵架 马上就会联想到死了算了 对自己的思维 我们现在根本控制不了 没有控制力 据媒体报道 在澳门2006年发生的 179件自杀案当中 其中有72人死亡 一半是患有忧郁症的 在福建省安西城 乡镇南平村 一个水库 一对夫妻在那里发生争吵 吵架之后 双双跳入水库 双双身亡 留下了一个五个月大的女儿 现代社会 最想不通的就是 为什么被自己最爱的人逼死 忧郁症的病人 经常会吵架 经常会想会说 经常说 离婚吧 跟你过得猪狗不如的生活 你不配 不是为了孩子 我早就不跟你过了 都是跟了你 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就是忧郁成病 所以这些话不能说 说了就会影响婚姻 忧郁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病 修心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灵 人间的慈悲 原谅 包容别人 可怜别人 关爱别人 能够理解他人 都是治疗心理疾病的良方啊